欢迎和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目前全台最大的萤火虫漆地 在花莲县光复乡大农大富平定森林区 花莲林区管理处平地造林有城 间接营造了萤火虫的漆地环境 也吸引了许多的野生动物 成为国内新兴的生态旅的据点 也树立了社区居民参与经营的典范 春天是萤火虫的繁殖季 花莲林区管理处跟社区居民 共同举办了萤火虫季 相关的内容我们今天邀请到 花莲林区管理处娱乐客济世 李志棉李济世的节目当中来 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 济世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 娱乐客的济世李志棉 是我们大农大富的萤火虫季 又开始了 今年的主题叫做 萤火虫世纪婚礼 是的 为什么叫做世纪婚礼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我们今年萤火虫的活动主题 非常喜气 是萤火虫的世纪婚礼 那为什么要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可能要从萤火虫的医生来做介绍 萤火虫医生必须经过 软 幼虫 咏 到成虫四个阶段 它是属于一个完全变态的昆虫 那生长期是相当的长 大部分呢 它是一年一代 幼虫期有长达到十个月 但在成虫期 大概却只有二十天左右的一个短暂生命 恰巧在三到四月的时候 是大农大富萤火虫 成虫在寻偶交配的期间 所以我们想要用这样有趣的主题来 吸引游客到访 那也邀请民众来担任我们的征婚人 共同参加 那另外要说的就是 因为参加婚礼嘛 我们不免属 就是要送上红包 当作贺礼来做祝福 那我们也帮主人呢 主要收了红包一百九十八块这样子 所以每个到访的都要收红包 每个都要帮红包 那其实这个红包的意义就是一个入门票 是 那一百九十八元 其实我们在计算上面还有收的 是相当有诚意的 其中在一百元里面呢 就主要是要帮到访的这些证婚人 精挑细选那个桌边社区伴收礼的一个费用 那另外九十八元里面呢 还包含了我们社区的导览费用 场地的维护跟管理 让大家在活动过程当中 可以多加认识我们萤火虫这个幸婚夫妻 那同时对于保护萤火虫的气地呢 还有环境的一个帮助都是有直接的这样子 那我们缴费的时候 要不要用红包带来包这个一百九十八元 现在非常科技啊 我们可以直接用线上报名的方式 跟线上付费就可以 对环境也是一个非常友善 不要再透过纸张的浪费 是 不过它这个意义真的很重大 是 好 那我们全台都有一些的赏银的活动 在花莲的大农大富赏银有什么样特别之处吗 我们花莲邻区管理处 在办理大农大富的赏银活动 我们很自豪的用三罪来表示 那第一罪呢 就是我们是时间最早 在全台湾 萤火虫发生时间 最早的地点就在我们大农大富 基本上在三月的时候就有 那今年在萤火虫的调查跟监测发现 其实二月就有少数量的萤火虫 已经在园区里面一闪一闪的飞舞者都看得到 对 那就是第一罪 那第二罪是面积最大 目前大农大富啊 面积是高达1250公顷 这样一个面积 那同时他在赏银的范围也是最广的 那第三罪呢 是我们交通上是最容易到达的 因为临近台九线的关系 所以在交通上的渴其实非常高 嗯是 那通常呢 我们晚上赏萤火虫 对不对 好那通常呢 如果是从外地来的游客 他可能晚上赏完萤火虫之后 可能就要留下来 那至于白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哪里玩 有没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是 我们晚上除了有非常精彩的 萤火虫的赏银活动以外呢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里面 也规划了13公里的自行车的步道 民众呢 可以直接到我们游客中心旁的松猛公司 可以去租借大人跟小孩适合的脚踏车 那骑到我们林荫茂密的自行车道里面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亲身感受了 那种微微的风吹拂着啊 你会仿佛你置身在一个龙猫森林里面 非常的舒服的 那园区里面其实我们还有 在春节期间有规划 非常壮阔的春节 还有可食地井 这样的一个配置 以及呢 我们有很多大型的艺术 装置艺术 像是用泡物线竹子构成的居所 或是说用188根这个漂流木 组成的一个迷宫生命宝树 这样的大型的装置艺术呢 都等着游客 你们可以直接去拍照打卡 把这样非常美丽的照片带回去 还有满满的回忆也带回去 春天在森林当中 有一股很特别的气息 所以如果在里面走路也好 或是骑单车也好 都可以闻到空气当中 真的是甜甜的味道 香香的味道 那致棉技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大农大富 这个森林围的区域里面 它现在的景致是如何 有什么样的开花植物吗 现在正值三月 大概有白色的苦恋花 那接下来也就四月的油桶花 也会慢慢的就会展开了 因为在园区里面 还有秋冬天刚落下红叶的 像是清风风香 台湾暖树 镀音这些 你可以看到遍地的红色的景致 像是一片红色的一个大地颜色 是 大农大富森林围的区 在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颜色 那吴幻子有时候叶子变黄 就整片的黄黄的 还蛮好看的 那现在真的是一片翠绿 对 开始春天要来了 是 那我们华联邻区管理处 除了说是赏银活动之外 我们是不是有结合社区 来组成一些的套装行程 可以让游客可以尽情的 三天两夜 四天三夜的 留在我们这个花莲地区 大农大富这里 是 因为大农大富啊 我们刚前面有介绍到 除了晚上的萤火虫 白天可以在园区里面 尽情的游玩以外呢 我们还有今年结合的 社区的小旅行 那可以让在地可以永续经营 那我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十个社区 因为跟我们是非常密集的 一个伙伴关系 那这十个社区包含了 太巴朗 大兴 马佛 大富 大富 富元 大进社区发展协会 以及环景制的 家永续发展协会 绿野乡坡 农村发展协会 和一个整合型的 平生永续发展协会等 在今年呢 跟我们一起合办了 赏银的活动 并且我们也规划了 12条的生态旅游的 套装行程 让民众呢 可以深入到在地去 吃玩 住 旅行 都帮你们想好了 所以到 从白天到晚上 都有不同的景致跟玩法 这样子 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是 因为12条都非常精彩 那例如说 马佛部落里面的 银符饷宴 那银是萤火虫的银 蝙蝠的符 所以顾名思义呢 这个行程是跟蝙蝠有关 是 那在这四个小时 活动当中包含了 他部落会去介绍 所谓的有符米 他名字取得非常喜气 有符米 就蝙蝠的符 是蝙蝠的符 那也会在 整个游程过程当中 告诉游客说 有符米是如何 生产友善环境的 在活动当中呢 也会让民众 自行去体验粘米 应该很多人吃米 但是不知道粘米的感觉 这样子 对 那部落的 部落的伙伴呢 也会带着游客 去寻找蝙蝠 去看看蝙蝠 还有最后会有晚餐 来尝尝有符米 还有最后还有西回 就是可以带回 这个有符米这样子 当伴手礼 或是说 在大富社区 有今年他的套装行程 叫做大富天天所在 推广就是蔗糖的文化 那这个活动里面 是六小时 包含了手工的一个草蔗糖 那还有他们在 整个大富的一个老街 巡礼导览 以及可以常常在地妈妈的风味餐 还有古早味的宝米香 最后晚上呢 还有森林晚餐都相当的精彩 那其实另外十条的那个套装行程 也都非常的精彩 就这边先卖个关子啦 有兴趣的民众 就麻烦你们直接到 我们华联邻区管理处的官网 或是FB的粉丝专业都可以看到 那社区也都慢慢的回应说 已经有陆续团体的报名了 所以有兴趣的民众 可能要赶快加快脚步 透过电话 直接跟我们社区的联络人 来报名参加 是那这些活动都是非常深入社区的 而且社区是原汁原味的 提供他们在地的社区的文化 还有在地的美食特色等等 对不对 是 好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听致眠济世呢 讲了这么多 那如果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要如何来报名 如何来配合 是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跟各位观众 说明一下我们 今年的一个赏银活动 首先呢 麻烦民众可以到那个FB的粉丝专业 或是华联邻区的官网 搜寻2019大农大富赏银区 这几个关键字之后 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的报名专业 那今年呢 我们是透过 EQPS的活动通线上报名 在线上报名完了 还必须要在48小时内 要缴费完毕 才算报名成功 否则我们就会自动取消 这样的一个订单 那也麻烦呢 参加的游客们 在当天携带你们的票券 让我们人员扫描QR Code 验票完成 就完成了报到手续 那今年的活动的期间 从刚前面都没有提到 是3月16号到4月14号 我们每天会有3T次的活动 那3T次的时间是晚上的6点半 7点半跟8点半 时间都是一个小时 那在每天我们有那个总量管制的限制 平日礼拜一到礼拜五是800人为限 那假日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 是1200人为限 所以报名为止 额满为止 是3个T次加起来800人 对 是的 那开幕期间是3月 开幕日是3月16号跟17号 在开幕日呢 我们还有森林小市集跟音乐会 那整个活动的费用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就要包红包198元这个部分 那我们还有相亲家的160元 这样子再请花莲的相亲 提出你们的身份证做验证就可以了 是 那我们赏银的时候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 是不是有解说员带领我们 在既定的路线去赏银 是 对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 我们整个气地的一个维护 所以我们在赏银上面 有一些需要游客特别 遵守的一些规范事项 我们透过简单的二要跟四不要的部分 来请游客特别注意 一要的部分呢 第一要就是要听从我们现场人员 解说员志工的引导 第二要呢 是要麻烦游客在游玩当中 还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因为园区很广阔 我们全区都尽量避免有光害 所以是蛮暗的 所以请那个游客 不要擅自离开活动的路线 那四不要呢 第一个就是 第一不要就是 不要跨越我们 整个洞线的白线范围 不要踩进我们路旁的草地跟土 对因为可能你会踩到萤火虫 或是它的漆地 二不要呢 就是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吵到这个新婚夫妻嘛 那三不要的部分就是 麻烦你们不要开灯 也不要用手机去拍照 如果真的需要开灯呢 就麻烦你们包覆红色的玻璃籽 那如果真的很想要拍摄 有拍摄需求 就麻烦跟我们申请 我们特别有拍摄的专区这样子 那第四不要呢 就麻烦你们不要去追赶 抓或是伤害萤火虫 那为了保护我们 气地的整个完整的环境 还麻烦游客要务必遵守 我们这样的活动规范 我们这一次的世纪婚礼 真的是非常的欢乐 那么有可能要包红包 那虽然是198元 是我们的入门票 但是我们是红包的概念 那当然呢 宾客来了之后 要拿个伴手礼回去 对吧 所以我们有拿一些的伴手礼 都是我们在地的特殊的产品吗 是 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社区 包含了刚提的那十个 那今年的社区伴手礼呢 也是出自于这些社区 他们当地的农产品 或是说加工品 以及一些稳创的商品 包含了像大副社区呢 他也有出三色花生 大兴社区也提供的 树葡萄的一个鲜果 大丰社区呢 有大和的手工黑糖 以及环景制的家永续发展协会 有五色米这样的一个 当地的农产品 都可以任君选择 那也有一些巧思 就是部落跟社区 在经过他们自己的 一些发想 做出来的一些原住民手边的吊饰 或是说揽布的小手胖 这些到时候在现场呢 有很多的伴手礼都可以让 依照各个来参加的贵宾呢 你们的需求去选择你们想要的伴手礼 是 所以社区居民是因为我们这个赏银活动 这么多年以来办理赏银活动 然后整个热络起来 然后他们才是具有很多的巧思 去准备这一些的小礼物吗 是啊 社区他们真的是绞尽脑汁 把自己家里最好的部分拿出来 给参加的游客这样子 那我记得之前有游客在回馈说 他们会想要来参加这个赏银活动 除了说很早以前看到的零火虫 现在看不到了 那想要带到大陆大户这里 再来重新回味儿时的 这样的一个景象以外呢 他就很吸引他是我们的伴手礼 真的是物超所值 带回去呢 非常实际啦 然后整个价位也非常的合理 是 所以现在整个社区都忙碌起来了 是 都整个都非常忙碌 在这整个活动当中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规划 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这十个社区 长时间的准备 还有为了我们这次的萤火虫劲呢 不论在解说员啊 人力啊 物力全部都是全员出动 那也让我们这次的一个世纪婚礼 能够整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 好 2019年的大农大富的赏银区的这个活动呢 从3月16号展开 一直到4月14号 那整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的 我们可以在森林底下看到荧光闪闪 抬头呢 看了星光闪闪 我相信游客呢 应该会泪光闪闪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欢迎您去管理处 既是李志勉李志士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听众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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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